英哥放电影的活动这个礼拜在英哥工商的活动中心举行最终场 播放的影片是刚刚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影片的动物方程式 争取这项活动的新北市议员苏友仁 在现场欢迎每位丽临的大朋友小朋友 这个有爱护地球 尊重生命 对这个动物 有保护这个动物 这个意义非常好 尤其父母带小孩子来看 这个亲情会增加 亲情会更加和谐 亲情会更加顺畅 英哥放电影的活动在三月份的每个周末晚上登场 主办单位每周精选不同的动画电影和大家一起分享 非常多的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带着孩子带着孙子 一起享受亲子时光 然后回响非常非常的大 那当然这边我们也希望在未来 封锁在议员的支持下 能够继续在还有电影院的活动的办理 电影播映前有动画主角 Judy警长和小朋友一同拍照 台上还有有讲问答 炒热活动的气氛 英哥电影欣赏活动 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开心 因为今天还有我还有上班 然后刚好小朋友都没有出门 然后想说他又一个是一个室内的一个活动 就是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看电影啊 然后也是一个亲子可以相处的一个好时间啊 为了鼓励小朋友乖乖看电影 苏友人议员一一发送老少嫌疑的乖乖 给每位参与的民众 大家一边吃乖乖一边看电影 亲子共度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 数位天空新闻 英哥长播导